第2520集 帝尊手段 不灭仙阵 这个地方不显了可怕的阵纹 始终不灭 他还真想复苏吗 六道至尊启动 打的这片星系都成灰烬了 非仙星也崩碎了 只剩下这片封印地始终不灭 有乱骨岁月中那位天地的道狠 也有帝尊不屑的神泽 两强相合 形成一种不朽的法文 真的让人震惊 他们奋力出手 不信六位至尊还不能毁掉这里的一切 哄的一声 那道虚影再一次炸碎了 可是片刻后又现 又一次重组 不死不灭 有人提议 炼化掉他 当想到炼化的人是帝尊 几人心中都有一种莫名的情绪 一个最为恐怖的人 竟会这样被他们践踏 六道鲜火冲向一起 化成了一个最为可怕的红炉 将那道虚影笼罩 熊熊燃烧 只强法则纵横 一道接着一道 不对 他就是须用我们的斗火 快收回来 好一个帝尊 他需要五位以上的黄道高手 为他点燃生火 创造复活的希望 他们都是非常人 通天小地 刚一入局 很快就觉醒了过来 都迅速后退 可是那团火无法熄灭 因为化蛇 寂灭天尊 水钱生物都炸开了 血肉精气都填充了过去 此时被点燃 补充地尊所需 他 达到目的了 不可能 有我们在 他别想复活 六人再出手 震杀前方的虚影 轰隆一声 露暗地内 腾起漫天的光束 那是一道道 仙道秩序神殿 此时交缠在一起 化成了一张大网 苟乐无上规则 将团生火 罩住了 好强大的规则 是乱古年代的天地法阵 与后来的帝尊烙印 相容的法则吗 众人狂攻猛杀 那道虚影始终难以 在网中清晰起来 然而这个时候 宇宙变了 各地都有莫名气息流淌 那是什么 宇宙各地 一些强大的种族站立 他们看到了一道道绿光 划破了星河 冲向远方 天哪 那是兵器碎片 怎么会有这般强大的波动 太恐怖了 这是仙气啊 霞光冲消汗 宇宙大震动 许多地方都有绿光横空 照亮了永恒 那种气息让人震颤 浑身哆嗦 太强大了 是成仙顶的碎片 真的是他 所有碎片 居然都在向飞仙星那里聚集 终于有人认出了绿霞为何物 是昔日绿顶 这一次他要重组了 要皈依 飞仙星 六位至尊自然感应到了 也都吃惊 一块又一块 古朴的碎片飞来 此时都燃烧了起来 鲜光艳艳 让他们心惊肉跳 呛呛的 绿色碎块融合 在那里重新筑成了一座顶 古朴而神秘 三足两耳 碧绿如长了绣 剪剪成形 语外 叶凡吃惊 他能够感应到 他当年所掌控的那部分顶块 也在当中 而今真正的融合皈依了 乱地内 帝尊生活不朽 与交织成网的法则融练在一起 而后一起没入顶中 进行锻造 锤炼 再现成仙顶 帝尊没有能够复活 可他的顶却再现了 得到了新生 宇宙中 还有一道道神秘法则飞来 类似于神奇 也没入了顶中 那是顶中的法则 与神奇再现 好啊 此顶再出是最好不过 用来几川成仙路屏障 驻我等成仙 帝尊你安息吧 我们会带你 踏入仙界 受神无情的说道 在铿锵声中 成仙顶再现 真正合一了 所有裂缝都愈合 被神火重新铸链完毕 忽然 绿顶震动 顶口对准了宇宙某一个方向 疯狂吞 不仅宇宙精气涌来 还生出了一种神秘的感应 叶凡所开辟的一个混沌仙徒中 神娃突然凄惨大叫 密封她的仙缘炸开了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而后吃惊的望着她 李天喝道 瓜瓜子 你怎么了 别看她平日常识到她 但众人其实很关心小胖子 早已生出了很深的感情 神娃惊恐的大叫 所有人上前 大喊着按住她 想要按住 然而冥冥中 一种莫大的力量出现 震飞了众人 牵引着她要脱离此地 所有人都焦急 无论是黑黄还是花花等 虽然平日常稀落小胖子 但是早已将她 当成了家人与亲人 怎能容她发生意外 关键时刻 神娃呼唤小楠楠 小女孩早已向前跑去 一直努力地想抓住神娃 可是终究是晚了一步 眼睁睁地看着她飞走 这是小胖子 最后哭喊出的话语 小楠楠含泪喊道 残破的飞险星封印地 光滑一闪 神娃出现 落入顶口内 神娃大叫 满脸惶恐 在绿桶顶内挣扎 与外 叶凡一只大手探下来 想要将她抓走 可惜这一切过于突然 她已经晚了一步 而且下方的几位至尊动手 晚龙灵腾天 一条紫色大龙张牙舞爪 咬向她的手腕 另有一根凤翅流金堂 闪耀赤霞 也劈了过来 雄霸天下 在吭枪声中 叶凡的大手被阻 只是这一瞬 一切就已经成为了定局 再也无法阻拦 绿桶顶光芒大盛 小胖子消失了 没入了顶壁内 叶凡大叫着神娃 空流叹息 小胖子与顶融练为一体 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嗡的一声 绿桶顶颤抖 垂落下的鲜芒 如衣挂挂银河 灿烂夺目 顶内盘坐一道身影 宝像庄严 眸子开合间 金光四射 那是成仙顶内运的神奇 而今身魂完整了 叶凡沉默 久久未雨 其实早已所觉 只是不曾得到正视而已 神娃是绿桶顶内运的神奇 化身而成 真是了不得呀 她竟然跳脱了出来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体 我想兵器转化 而她却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奉承刘金堂 昌然若失 有一种苦涩与无奈 神娃是成仙顶的神奇 当年顶碎后 她以无上仙法来解脱 努力向一个真正的生命体进化 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过去的道行与能力几乎丢失殆尽 甚至是失忆 而今成仙顶重铸 她被召唤了回来 所失去的一切都重新凝聚 神娃自然也复原了 熔炼为顶的核心神责 受神大笑 真是天意呀 成仙顶在今天重新组成 在线人间 这不是要助我们打进仙域吗 但是她的眸光却很冷冽 是啊 当年帝尊就是鼎定乾坤 以无上法力 几传先路平障 要借此成仙 但可惜功亏一亏 而今我们来替她圆蒙 白虎道人也笑了 可多少有些森然 不管怎样说 帝尊终究是死了 即便留下了后手 也不可能真正复活 可是她的成仙顶却心生了 再显人间 对于六大至尊来说 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 他们大吼着傻 一起向仙路冲去 共同催动神力 祭绿铜顶 将它推在最前方 要打出一条成仙路来 这个地方 顿时发生了大崩塌 宇宙星河崩断 他们在疯狂的吞噬惊气 各大星系暗淡 紧乎干涸 哄的一声 在那条金光大道上 另一座巨碑浮险 上面刻有一些地文 唯有古之大地 与古皇才能辨认 别人无法读懂 这些也可以说是仙道法则 不达到相应的境界 永远也不能读懂 一事成仙 二三人 这句话很短 但是却如同在每一位 至尊心中 砸进一块巨石 顿时让他们所有人 都忌惮了起来 相互防备 虽然在前进 但是气氛一下子变了 感谢观看